Welcome to HST,我是你们的大刀 说起亚洲四大邪术 最让人兴奋的就是打中国的PS技术了 只要给出一张照片 然后提出要求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PS大神手里都能轻松解决 不过在这个什么都要AI的今天 核弹制造商NVIDIA就给出了一个炸弹 让PS大神砍完都得献上自己的膝盖不可了 对PS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一定都知道 为了加强修图效率 Adobe推出过一款名叫Content Overview的功能 可以用来自动填补图片丢失内容 不过因为技术要求较高 所以只能帮助设计们解决较简单的图片 而NVIDIA推出的修图软件是在 Content Overview的基础上 还加入了现在最流行的AI元素 使其能够深度学习 通过AI理解的画面内容 对图片进行具体修复 比如说擦掉照片中小哥的刘海 那么具体成像之后的画面 是小哥把刘海梳上去了 这样会显得画面更加自然 其实不止如此 NVIDIA在把多余东西批掉的造语极高 只要选中多余画面 无论形状都不规则 都能消失得干干净净 噓 这样是被犯罪看见可不得了了 NVIDIA还能把照片人物化妆 或者说是换五官也是一键搞定 60岁的大妈想要吃弄草照片小鲜肉 也绝对不会有破绽 照这样发展下去 未来修图师会下岗吗 可是小编不得不感叹现在的修图黑科技 比如说Perfect Body 美辣相机等都已经具备在视频里面 批售人的功能了 再胖的胖子都能秒变长腿美女 还请什么肥 不如买个内存超大的手机和电脑 什么身材满足不了了 不说了 我要去吃10个鲁猪蹄鸭鸭鸡 欢迎走进Tristing 好吃要玩有趣的 不同数据通通都有 美神解舍快上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